自身脫掉一氣呵成 把微停車拖走 不用一分鐘搞定 在中部一個指揮 另一個隨後裝上輔助輪 50秒就幫這部黑車穿溜冰鞋 速度之快 其實是因為人力充足 一次3到4個人出馬 裝輔助輪拍照貼封條 拿粉筆寫車牌各司其職 曾經還有30秒完成紀錄 如果這時車主突然現身呢 如果說我們已經在執行作業當中 那剛上架而已 這個部分呢 也還沒有死離原本的地方的時候呢 是可以放行的 除非還像這樣 處理前置作業 駕駛向遠景出示駕照 並證明能立即開走 那就有 可是一般來說 在輪胎開始動的那一刻 即便駕駛向攔也無法攔 只能拖吊廠再會 可是彰化就連拖吊到一半都有了救 入這個拖吊廠之前啊 那如果說有這個汽車車人 或者是駕駛人 那有出現 依照我們的作業程序的規定喔 來做車輛的放行 只要在進拖吊廠前 駕駛甚至能半途攔截 臨走紅單 再當街放車 欸 即便中途停到路邊 可能藏有未知風險 但彰化警方強調 這叫便民服務 三立新聞許書衛 陳秉豪 李建營 台中彰化綜合報導 好